我小学也没了 中学也没了 前两天他们说把杭斯大要名字改变 那不行 我说你也找不到了 我小学我念了七年 小学为什么念七年 我们这个小学毕业以后 每一个中学要我们 成绩太差 我们第一次考重点小学 全校挑了三十个人去考 一个也没考上 第二次再组成又没考上 所以我们小学变成了杭州 唯一的只成立了一年的中学 我们小学叫中北二小 改为天水中学 只成立了一年 现在可能事实上都没这么回事情 我们这些人没人要 所以我们小学变了中学 最后交了一年也实在不行 再把我们全部分拆 再分到了三个中学 体育场的中学 延安中学 还有什么五四中学 然后我分到了体育场的中学 我爸妈说那边打架太多 我又转学到了延安中学 所以并不等于我们读书 就是一定 我们这个学校 这些学校当时在杭州上是最差的 但是我们都混得不错 最近我们的同学 我们现在同学会跟人 其实孩子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做了最好的自己 所以我希望的我们很多的人 如果让这个人做最好的自己 他对学习的能力 对学习有兴趣 对创新有兴趣 对未来有信心 都未来有畅想 并且保持好奇心 只要这个事 人一辈子一定有很多机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